不光我们自己有朋友圈 其实我们的国家也有朋友圈 而在这个圈子里 我们有一位经常互相点赞留言的老铁 他的名字叫巴基斯坦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和这位老铁之间会有什么牵扯 直到2016年的9月 因为一次拍摄 我们自驾穿越了一带一路的一条线 我们翻越了红旗拉斧 来到了巴基斯坦 到达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地疲惫 只想睡觉 但是一下了车我们就傻眼了 原来当地已经站着两排 夹道欢迎的市民在迎接我们 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 保护我们的安全 我们每两辆车的后边 就有一辆载满了士兵的军车保护着 前后各四辆军车开到 所有的骑警围绕成环绕成了一堵墙 所有的士兵 鹤枪 实弹 保险都不上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遇见这阵仗 保护我的是一个一米九的大兵 身材特别魁梧 我每次看他我都特别害怕 我一跟他说话声音都降低两个点 我跟他说话都是 Excuse me 就是这么一个硬汉 他却拉着我去急事 帮我买裙子 替我跟老板讲价 我拿着一条红裙子 一条白裙子 我问他 我说哪个好看 大兵认真地思考了很久 然后他皱着眉头 端起他那个AK47 跟老板说 你买一条 送一条 他 中国人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7月18号 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视频的片段 还有视频里的这个小姐姐 可能呢 有这个中国网友呢 还有印象啊 视频里这个小姐姐 她的表现呢 是出现在大概四年之前 是在2017年 在当时这个北京电视台呢 她呢有一档节目 叫我是演说家 好像呢 这个节目呢 是比较的火 那视频里的这个小姐姐呢 她呢就是出现在这个节目里 她发表这个所谓的演讲 结果呢 她的这个演讲的内容呢 当时在中国的非主流的这个舆论里呢 就翻车了 因为她讲的这些个情节实在是太假 小姐姐说 这个巴基斯坦大兵陪她去集市上去买裙子 端着这个AK47 对老板说啊 你必须卖一条送一条这个裙子给这个小姐姐 因为这个小姐姐呢 是中国人 这个情节啊 就是一言假 肯定是这个小姐姐她自己或者说呢 给她写这个演说词的这个文案编出来的啊 肯定是这样 那为什么在狗哥看来这个情节是一言假 狗哥在这呢就不解释了啊 狗哥今天呢只想说啊 如果在当时真的有这个情节 这个巴基斯坦大兵啊 端着这个AK47 强迫老板 卖一条送一条裙子给中国人 如果说当时真有这种情节 那人家这个老板啊 很大概率也会从这个裙子下边呢 马上掏一把这个AK47出来啊 阿拉乎阿克巴 干死你们 当然了狗哥这么讲话呢 是开玩笑啊 但是呢视频里的这个小姐姐 她讲像这样的编出来的段子 这种假故事 她呢是完全脸不红心不跳 而且表现了自己呢 还非常的感动 而且呢她呢还要感动中国人 这个呢就太假了 下面坐着的那些这个听她演说的那些评委啊 那些名人也跟着装天真装高潮 狗哥认为呢也真的是都是太假 第二个这个小姐姐说呢 巴基斯坦对中国呢是非常的友好啊 说他们这个一出边境 一到巴基斯坦就有多少这个鹤枪实弹的巴基斯坦大兵呢 保护他们还连这个枪连保险都不上 还这个大兵的个头一米九如何如何如何 这些呢也都是非常的假 在这呢 狗哥呢要先提醒一下这个中国的网友们 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小姐姐讲的 你千万不要自己呢去巴基斯坦去旅游 或者说呢像这个小姐姐说的那样 好像是他们自己呢在巴基斯坦是自驾兜风 千万不要认为呢你作为这个中国人 一到巴基斯坦就会马上有一大批这个鹤枪实弹的巴基斯坦大兵来保护你 还会陪你像这黄军一样啊 在这巴基斯坦横行强卖强卖 就像这个小姐姐一样 这个小姐姐啊 她当时没有告诉中国人 她去巴基斯坦啊 不是自驾旅游 她当时呢应该是作为中国二号官媒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主持人 去巴基斯坦做节目 做了节目呢也是拍这个中国正风马屁的啊 是关于在当时很火的这个一带一路的 所以呢 这个小姐姐啊 她当时去巴基斯坦 她代表的是中央电视台 她代表的是这个中国政府 所以呢 她还有她的少制组呢 才会有那样的待遇 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巴基斯坦大兵呢 去保护他们 普通的中国人 如果你去巴基斯坦 你会有这种待遇吗 狗哥呢 可以这个百分之百的确定 一定以及肯定 任何一个代表美国官方的这么一个美国人 他去了巴基斯坦 他呢也会有这种待遇啊 甚至说任何一个不属于美国官方的 纯商业媒体的这么一个拍摄的团队 他们如果去巴基斯坦做报道拍摄 他们也会有这样的待遇啊 也会有这个很多的巴基斯坦大兵呢 来保护他们 因为在巴基斯坦啊 你像这种场景 你只要是肯花钱 你只要是肯那个砸美元 就能顾倒大兵来保护你啊 所以呢 这个呢 没什么这个说出来可自豪可骄傲的 狗哥呢 如果是这种情况啊 作为一个外国人到了这个巴基斯坦 你随便去哪走走啊 都必须要这个鹤枪实弹的这个保镖陪着 对这种状况 狗哥呢 不会感到这个很舒服 更不会感到有什么这个骄傲和自豪 狗哥呢 只会为这个国家感到一些这个难过 还有痛心 因为在一个正常的国家 你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啊 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啊 你不应该让很多人整天活在这种恐惧里 所以呢 这个视频里的这个中国的小姐姐 当时他在一个很火的这么一个官方平台上 讲他在巴基斯坦受到的这个所谓的优待 来证明巴基斯坦呢 对中国人很好 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很铁 狗哥认为呢 第一个呢 他讲的那些情节呢 证明不了他的这个结论 因为很多情节本身 他是完全是这个假的 肯定是他编出来的 另外的一些情节呢 是真的 但是呢 也证明不了 这个呢 就是巴基斯坦对中国特别好 狗哥刚才说了 同样的情况啊 如果是美国人啊 如果是日本人去这个巴基斯坦 至少呢 也是一样的待遇 说不定人家美国人的这个待遇呢 还会更好一点啊 第二个 关于这个小姐姐 狗哥认为呢 很明显 他的人品和这个人性都有问题 他不诚实 而且呢 缺乏对巴基斯坦人的尊重 这个小姐姐的名字呢 叫房琪 他后来呢 应该呢 是不在央视干了 转型做这个抖音 网红了啊 据说在中国所有的这个广告平台上 有超过1000万的粉丝 狗哥今天呢 跟大家这个旧事重提啊 分享这个三年之前 差不多四年前的这个事呢 一个呢 是因为狗哥前几天呢 是做过一个影片 当时说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战狼电影 战狼里边这个情节啊 成真了 就是一个这个中国小伙子 号称呢 他在约旦旅游 遇到劫匪 然后呢 他就学习这个战狼的操作 拿出来了一面中国国旗 结果呢 这个呢 马上就把这个约旦的劫匪给吓退了 这个小伙子呢 就转为为安了啊 中国这个小伙子啊 他讲的这个肯定是扯淡 这个情节呢 肯定的也是他编出来的啊 那从最近的这个事儿 狗哥就想到了几年前 央视的这个女主持房奇 他演讲的这个事儿 这两个事情啊 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赚爱国的这种流量 为了赚中国战狼粉红们的这种 所谓的爱国的流量 他们就可以公开撒谎 而且呢 他们这种为爱国撒谎的行为 都是得到了中国官媒和中国政府的支持 这个呢 就是这两个事儿 他们共同的本质 狗哥今天重新说房奇的这个演讲 也是因为这几天在巴基斯坦 发生了一个跟中国人有关系的事儿 这个事儿呢 大家呢 应该都听说了啊 就是在这个星期三 7月14号 一辆大巴车在巴基斯坦 遭到炸弹的恐怖袭击 至少有9个中国人被炸死 如果说巴基斯坦人 真的像房奇讲的那样 对中国人都是这个温情默默 那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对不对 中国官媒 中国的这些个战狼粉红们 整天骂的 美国整天骂的日本 整天骂的台湾 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儿啊 就是大规模的袭击中国人 反而是被中国人赞美 是巴铁的巴基斯坦 出现这样的事儿 大家说 这个是不是很讽刺 而且呢 在狗哥的印象里呢 全世界差不多200个国家 应该是只有中国人认为的 这个对中国人最好的巴基斯坦 出现了这样的事儿啊 就是使用炸弹 针对中国人进行大规模的 这个恐怖袭击 那大家说这是为什么啊 中国人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 今天的狗呢 就是让这个中国的战狼粉红们明白这样一个现实啊 你们都认为这个巴基斯坦对中国是特别友好 是这个巴铁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球上 偏偏只有这个传说中对中国最好的国家出现了这样大规模的针对中国人的恐怖袭击事件 这是为什么 故意这个一不小心看到这儿了 这个中国的战狼粉红们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比较混乱的逻辑 还有意见啊 今天这个狗哥对你们的这个混乱这种逻辑的容忍度啊 会比较高 巴基斯坦这个事儿呢 是发生在7月14号遭到袭击的水辆中国公司的搬车 当时呢正式开往当地的一个水电站的工地 大家呢可以看一个地图 这个上面标有一个水电站叫达苏水电站工程这么一个工地 工地南边呢有一条河 河边呢有一条公路叫N35 这个公路上标的那个点就是搬车遭到袭击的地点啊 这个大巴的搬车呢 首先是发生了爆炸 然后呢就翻到了这个公路和河边的这个峡谷里边 搬车上当时呢一共是有40多个人 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啊 都是要去这个水电站工地上班的中国的工作人员 最后呢 这个事儿呢应该是造成9个中国人死亡 还有大量的人员受伤 车上面呢还有三个巴基斯坦人的也是死亡啊 他们的应该呢都是这个武装的保镖 这个事发生以后 这个中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馆 当时又发消息说是遭到了恐怖袭击 如果狗哥没记错的话 这个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当时呢也是这个认定啊 也是认定是遭到了恐怖袭击 但是呢 这个巴基斯坦外交部 他随后就发了一个消息 说这个呢可能不是炸弹袭击 是搬车的机械故障导致了这个气体泄漏 然后呢引发了爆炸 呃 并且呢导致这个车子掉进峡谷里边啊 最后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狗哥在当时看到巴基斯坦外交部 他们发了一个消息 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巴基斯坦政府呢 他呢是在撒谎 他呢就是想故意降低这个事儿的严重性 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啊 因为他的这个说法 他的这个解释真的是太低级 非常的低级 大家呢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汽车的机械故障 导致气体泄漏 然后引发爆炸的这种事儿 汽车上的这个什么样的气体泄漏会引发爆炸 这个情况是不是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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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几乎大家都没有听说过对不对 即便是这个烧天然气的大巴公交车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啊 要不然的话中国的城市里那么多这个烧天然气的公交车 出租车 那是不是都是在马路上这个奔跑的炸弹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巴基斯坦外交部啊 他们当时的说法呢 显然是太低级 他呢就是想掩盖中国人遭到恐怖袭击 这么一个很难看的现实 想跟中国政府一起呢 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但是呢 他们万万没想到啊 这一次啊 中国政府呢 他不吃这一套 袭击发生两天以后 这个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呢 终于是达成一致 决定要承认这个很难看的现实 7月16号 巴基斯坦总理呢 给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是打了一个电话 正式确认中国公司的这个班车发生爆炸 是恐怖袭击行为 李克强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呢 要认真准确呃负责查明事实真相 务必将恐怖袭击击凶手绳之以法 那中国官方在进行了这个正式的定性以后 胡锡进跟他的环境时报就马上跳出来这个叼盘 环境时报呢就发了一篇让中国的战狼粉红们啊 这个会非常打鸡血的评论啊 他的标题 对中国实施恐袭者虽远必诛 这个评论啊 很明显是胡锡进他自己亲自操刀写的 因为里边的这个叼盘的文风呢 真的是太明显 老胡呢 他就首先就定性 说这个呢 是巴基斯坦近年来造成中国人伤亡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他的这个措辞呢 其实呢 也反映出来 这个巴基斯坦在以前就发生过 针对中国人的这种袭击行为 这次呢是近年来造成伤亡最严重的一次 在这个评论的后半截 胡锡进呢 他就表现的是非常的战狼杀气腾腾 他要求中国政府呢 要用实际行动说话 要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剿灭反中国的力量 老胡说呢 中国可以派出特种部队等力量参与联合行动 铲除巴基斯坦国内对中国目标的威胁 杀一井百 胡锡进的这个观点呢 他在推特上用英文也进行了表达 而且呢 他在推特上说的时候呢 他不仅是呼吁中国呢 要派这个特种兵 要虽远逼诛 而且呢 中国呢 还要用导弹 这个呢 其实就是这个中国官媒自古以来 一直批评 一直谴责的这个美国政府的做法 就是在海外呢 用无人机加导弹 来定点清除这个恐怖分子 或者说直接用这个远程的巡航导弹来轰炸 现在 胡锡进呢 他呢也呼吁中国呢 要抄美国的这个作业啊 也应该这么干 评论的最后 老胡说呢 中国必须在一些动荡的国家里 向人们证明 中国人是惹不得 尤其是杀不得的 谁向中国人下毒手 都是自取灭亡 一句话 对我同胞实施恐怖袭击者 虽远必诛 这个呢 就是最明显的这种战狼风格了 中国人看过的两部这个战狼电影 是不是被洗脑的 就是这种理念啊 中国现在已经是很厉害了 惹不起的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对不对 但是 狗哥呢 必须要让中国人看到一些赤裸裸的现实 第一部这个战狼电影 是在2015年在中国上映的 当时就喊出来的这个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第二部战狼电影呢 是在2017年上演的 这两个东西啊 狗哥呢 都是这个没看过的啊 所以呢 不知道这个第二部战狼电影里边 有没有在喊这个虽远必诛 进了不诛 然后 这个按照狗哥的认定 从2018年开始 中国是正式进入了这个战狼时代 战狼风格呢 是全面爆发 但是 到现在呢 已经是这个2021年了啊 很快就2022年了 距离第一部这个战狼电影上演呢 很快就满十年了 那大家现在呢 就可以考虑一下啊 在过去这些年 有没有听说过中国 虽远必诛的真实案例 是不是完全没有 最近这些年 大家应该都有了一个看法 就是这个中国战狼们 喊这个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远的要诛 但是呢 你如果说离中国太近了 比如说这个俄罗斯老毛子 炮击中国渔船 这个东朝鲜 三胖的军舰扫射中国渔民 还有最近的这个美国的军机 是连续去台湾 这些是不是都算了 虽远必诛 近的就算了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中国战狼 他们的这个一个真实风格 而且呢 今天狗狗还要告诉战狼粉红们 另外一个赤裸裸的现实 就是这个中国的战狼啊 不仅是近的不诛 其实距离这个中国很远的 侵犯这个中国人的事 中国战狼呢 他们的也不诛 以前的这个事 狗狗呢 就不说了 只说这个最近的 大家俩看 在今年的五月份啊 在埃塞俄比亚呢 有三名中国公民被扣押 当时这个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说呢 相关情况核实中 然后呢 就没消息了 肯定呢 是没有去租 对不对 如果租了 肯定呢 就会这个大肆的宣传报道 肯定呢 就会让中国的粉红们 战狼们会很嗨的 对不对 大家呢 再来看今天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是来自中国的央视 说呢 有三名中国公民 昨天在马里被绑架 狗哥呢 必须要说呀 像这种事 实际上在非洲啊 发生过太多了 这个战狼电影 他呢 这个故事的背景呢 也是发生在非洲 但是呢 在实际的生活里 中国政府 中国的特种兵们 中国的特种部队们 有没有实际上去非洲 用武力救过这些被绑架的中国人质 有没有诸过那些绑架过中国人的恐怖分子 是不是完全没有 他们只在这个电影里边诸 只通过这个电影打鸡血 在实际上从来没有诸过 对不对 不仅是这个近的不诸 远的也不诸 这个呢 就是中国战狼们 他们的这个实际的风格 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发生的事 胡锡进代表这个中国的战狼界呢 再次喊出来要虽远必诸 而且呢老胡呢 他这一次还很具体的提出来 要派这个中国的特种部队 加上导弹去诸 其实这样的动作啊 狗哥呢 是比较支持的 狗哥一贯的观点啊 就是中国的战狼们啊 整天别这个打嘴炮 到底是骡子是马 牵出来溜溜 中国的这些战狼们 他们如果说真去了这个巴基斯坦 看到这个穿裙子的 这个大胡子塔利班 狗哥认为呢 他们分分钟就变这个大一把狼 这个呢 是非常可以确定的状况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祝大家呢 周末愉快 都有一个好心情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